香港特讯行政长官林郑月娥10月12日在港公布 将押后宣读施政报告 但不影响立法会2020-2021年度工作 她表示 特首在立法会新会期第一次会议宣读年度施政报告 只是惯常做法 并非一成不变 也不存在法律问题 林郑月娥表示 香港经历社会动荡和疫情 市民期盼走出经济困境 但外围经济不稳 短期内复苏机会低 反观内地在严控疫情下 经济已反弹 香港经济要复苏 离不开中央支持 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因此早前已梳理一系列措施 请中央考虑 她刚收到通知 故她将于10月下旬父亲 参与部委协调会议 就个别项目做研究 才可最终决定 我刚刚收到中央的通报通知 就是因为涉及的范围非常广泛 也都不是一个单一的部位可以决定 希望我在今个月 就启程往北京 大概的日子是10月的下旬 就是说要20日之后 就启程去北京 参与一些部位协调的会议 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发表 如果能够可以包含到中央支持香港发展的政策 是对于香港市民 恢复对于我们的经济的信心 和对于商业的活动 去注入一个新的动力 都是非常之有悲意的 所以考虑到这个原因 我就是决定将今年的施政报告的公布时间 是稍微押后 这个决定完全是为了香港的公共利益 我也都觉得是一个合适的 林郑月娥表示 施政报告里一系列的政策 涵盖大湾区金融 创科 航空等方面 发表的时间仍不确定 但她会争取于11月底前公布 此外 林郑月娥还将受邀出席深圳经济特区 成立40周年庆祝活动 一年一度 行政奖的施政报告 是属于特区政府内部的事 但是当然 尤其是现在随着我们要完善 一国两制在香港的实践 还有在经济方面 希望能够可以更加好融入国家发展大局 还有越港澳大湾区的工作 所以在制作施政报告的过程里面 是必不可笑的